我们全朝的政府所留下来的事情 文昌政府的全朝里温水煮青蛙 有爱基隆的新团队拨乱反正哟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进行市长市政总直询时 特地先播放一段自行拍摄哭手抖音 来讽刺前基隆市政府留下包括地标公园 以及台肥公司废弃土和市立体育厂等建设 以及工程上的一些烂帐 希望市长谢国梁接手后的新市府可以拨乱反正 依照规定妥善处理这些烂摊子 紧速完成建设 我们的市民运动体育场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想要就叫一下我们教育处处长 原先他们的合约是打到什么时候完工的 原先 原先合约的时候的订定其实都是600个日历天 600个日历天 所以原则上也是会到113年 113年 那您也是113年 等于说你要接收一些 过去有违法违规所有的烂摊子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目前有一些已经进入了履约的争议当中 在做相关的处理 另外宋伟丽也质询包括文明路以及大庆大城等社区道路改善的问题 但是总遇到牵涉到所谓私人土地的情况 我也请区公所 我说那你们要赶快 赶快叫那些 因为那个私人土地不是很多 你知道吗 但是有私人土地 我希望这条 希望你赶快催促一下区公所 不过市长谢国良大逊时表示 以前都说不行 但其实没有一定不行 市政府已经在沿逆办法签报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未来就算是社区道路 但是影响到道路安全 经过委员会认定后 就可以由市政府来施作改善 我们一直都有在思考 包括大庆大城在内 就是有很多社区的土地 那以前都说不行啊 其实跟宋前议长报告 没有一定不行的 我跟公务处 尤其耀川处长在这方面 我们有比照了台北市的一个办法 所以我们最近在事务会议 即将签报一个新的委员会 这个是一个道路的安全的认定 假如这个道路呢 是非公有是社区的 但被认定是安全上是有疑虑 而需要施作的 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委员会认定后 那我们的公共建设的经费 就可以得以施作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通明街 那边的以及 过去您过去 长期关心大庆大城 未来我们事务会议通过以后 我们会让委员会来认定 如果您觉得哪些路段 由我们来判定 判定过后 即便它是社区 这个的所谓的道路 是非公有的 未来编列预算以后 我们也是有办法处理的 所以我们有替 过去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方法 找出了一个解决之道 我要特别向您报告 宋伟丽强调听到市长谢国良 谈到可以解决困扰已久的社区道路问题 实在很开心 也相信大庆大城社区居民 听到后也会很感谢市长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关心大庆大城